各位所有在线上海内外的观众朋友 我是小军姐 谢谢大家过去一年来的支持 不过小军姐在这个地方 要跟所有的朋友公开征求合作厂商 你们的产品 或者是你们的企业形象广告 我们的制作团队都非常乐于替你的服务 这是我们的荣幸 大家一加一共创双赢 在过去一年当中 是让小军姐获得了来自于四面八方 200块钱300块钱400块钱500块钱 你们的donate你们的支持 而为了让这个频道 不管小军超人plus或realtalk真实对话 可以走得更长久 未来可以提供更精致的内容 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决定要加强我们的工商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的业务单位 过去我们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都是着重在我们的产品节目的制作 但是呢整个频道要有营运下去 事实上要有业务进来 也就是广告进来 如果你们有适合的产品 我们可以帮你制作 或透过了小军姐 可以帮你们去进行宣传 让这个产品 它的销售可以更顺利 更具有权威性更有信赖力 这个都是我们的团队身为我廖小军 乐于替大家服务的 也就是说工商服务的这一块 欢迎大家共同来跟我们合作 我们提供我们专线电话 包括了相关的业务部经理 包括我们新闻部经理等等 他们随时24小时电话都是开的 希望透过了大家一起来帮忙 共同让我们的频道可以走得更稳健更长久 一年来大家给小军姐 非常非常多的资源跟协助 但是靠一个人的力量 的确很难很难单独走下去 希望大家共同把你们手上可以的资源 我们有可以服务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荣幸 可以替大家服务工商服务 请大家协助我们 把适合的厂商跟我们一起合作 大家一起走下去 各位小军Time Plus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个小女孩 每次遇到她我都有深深的一个赶佩 为什么她为什么投入这么辛苦 而且呢非常艰巨的选战 她是谢佩芬 上一次2020立委选举时 受到了反送中的冲击跟影响 她毅然而然脱离的舒适圈 投入的选战 她几乎在台北市大安区高票落选 她本身是哈佛法学院 也是甘乃迪政府学院双硕士 她在台湾拥有司法官跟律师资格 也拥有纽约州的绿色资格 你可以想现这样一个丰富经历当中 要赢得一份 可以说是小康家庭以上的一个薪资是不难的 她为什么 她为什么投入一个 钱少事多又离家远的一个地方呢 她这一回投入的是在台北市第三选区 中山跟北松山 听听看 所有海内外国人朋友 如果你在这个选区有亲朋好友 有选民的资格 有投票资格的话 听听看谢佩芬 她为什么要从这 她的初衷是什么 她为这个国家社会可以带来什么 佩芬丸 小军姐好 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谈谈你自己好不好 为什么 我觉得第一次选举已经够苦了 对对对 虽然高票落选 我发现的是2020落选之后的到现在 是你没有放弃你的选举 是是 为什么 真的是 真的是你刚才说那个 钱少事多 我刚才都笑了 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虽然说不完全是离家远 但是其实家在哪里都不重要 因为你回家的时间真的很少 对啊 那刚才小军姐讲说为什么为什么 我刚才突然间想到这一次 我现在是选中山跟北松山的立法委员 那我有一次是差不多傍晚的时候 在民生公园那里拜票 很漂亮一个公园 就在民生社区里面很大 然后就看到 就长辈们啊 在那里下棋啊 在那里坐着聊天 然后呢 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 带着小孩在那里玩 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 就你知道拜票的人 一方面你又很开心 看到很多人聚集的地方 因为你就会 这时候人潮多的时候 就是你去露脸的好时机 但二方面就是觉得 我心里就觉得 哇 人家大家都在很休闲的 在享受生活 只有我是跑来拜票 就瞬间有一早天 然后怎么跟大家活在 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面 自己也觉得有点 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正在享受 美好的时光的时候 我跑去说 拜托拜托 请你支持这些配分 对啊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一股使命感吧 就也可能 我从小就比较鸡婆一点 就是会想要管 我自己以外的其他事情 对 所以说就是 帮别人服务 或跟人接触这件事情 是我喜欢做的 那你喜欢做的时候 其实就比较不会嫌苦 也比较不会嫌累 你说苦不苦累不累 其实是会啦 对 但是就是说 你从中也拿到一些成就感 就会觉得 别人的肯定 然后走在路上 有人会跟你说加油 的时候就会觉得动力又来了 那个时候 反送中 为什么激励了 你想要从政 偷入了受民意的考验 洗礼的选举 是 因为其实我说实话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说来选立法委员 我一直都对政治很有兴趣 一直都对公共事务很有兴趣 但我一直都觉得说 我只要参与其中就好了 例如说 我可能下班之后去参与就好 或者是说 我就是在幕后 我做幕僚就好 那其实上一次选举 也是蛮因缘忌讳的 就是突然间有了 这样的一个忌讳 突然间民进党的中央问我说 要不要出来选立法委员 那我又看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 就是其实香港的一切的 那个反顺透法等等的 会让大家觉得说 香港那时候是国安法啦 对不对 就国安法的时候 会让大家觉得说 很紧张 就是大家会希望说 不要 台湾不要成为下一个香港 那也是这样子的一种 年轻人的亡国感的感觉吧 让我觉得说 那我过去都做了这么多了 然后都已经所学所思所做 感觉好像 虽然立法委员真的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但感觉有这个机会出来选举 让更多人认识我 然后如果能够有机会进入立法院的话呢 可以帮年轻人发声 把年轻人这种亡国感 然后这种呢会担心台湾未来的这一种情绪 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 要有人替他们在国会里面发言 其实当初真的想的很简单 完全没有想到说投入选举是这么累人的事情 可是即使在拜选之后 对 你还是没有放弃你原来的选民 对对对对 我觉得因为我上次选举的时候就很多人告诉我说 不要选完就走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心软吧 就我很容易被你一些 情绪 被一些大家的真诚所感动 所以当很多很多选民都跟我说 一直以来艰困选区 大家都把艰困选区当做跳板 就是选完之后就会离开 然后就不愿意经营 然后下一个人来又是重新 那我会觉得听到我们很多的支持者这样讲 我就觉得有点不舍 对然后他们就说你选完之后就要不要离开 那很多人很多政治人都说 哦我不会我不会离开 但是但是真正留下的人不多 但我这个人可能有些时候也比较 可能因为我在以前没有选过局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承诺过大家我不会离开 那我就会继续经营 对也就是这一份有点傻劲 所以我后来一直都在持续的经营 选举要钱 要粮草 更不用说你在落选之后 那你的经济资源是来自于 你其实落选之后你要经营 你需要经费啊 是其实落选之后 我还是持续开了一个服务处 还有提供法律咨询 那那个时候当然也是有一些 真的很支持我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帮忙 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其实都是靠志工 那我们在跑摊的时候 因为像我现在选举 我的团队比较大一点嘛 那我的助理有些时候都会说 你拜托你不要自己一个人下车 就往前冲 可是因为我很习惯自己一个人 因为过去这几年来我跑选区 就是我那时候是在大安区跑 那我都是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跑 那有了不起就是一个或两个志工陪着我 好那所以说其实大事小事我都做 所以我非常习惯一个人到很多人的场合 那有些时候我的助理会告诉我说 啊这一摊好多桌喔发不完 我就觉得不会啊 我以前自己跑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亲身发 我都发的完 发什么 面纸啊之类发文宣 对所以就是说 我们就变得很习惯吃苦耐劳这样子吧 那我觉得久了就习惯了啦 就是说几次之后就习惯就不会觉得累 反而是说真的是你十个人里面 有一两个人跟你打招呼跟你回应 你就会觉得哇好像很有意义 大家有开始认同你做的事情 开始知道你是谁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看到你之后就会啊 你是谢佩芬啊 你是那个哈佛女孩啊 你在联合国工作过 你是第二个萧美情等等 他们就会知道说你做过什么事情 知道你想要表达的这些标签后面是什么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啊 那很有意义很开心那样子 是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立法委员 不想成为什么样的立法委员 我想成为真正能够为大家发声的立法委员 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笼统啦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立法委员 都是把立法院当做一个作秀的舞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例如说什么丢猪内脏啊等等的 就是非常的轰轰烈烈 然后在新闻上可以吵好几天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立法委员 他们每天在开记者会 那开记者会的内容呢 却都是很多的抹黑或扭曲事实 那我觉得那是很可惜的件事情 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代表着 每一个选区的最高票 都是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可是你进去之后 你没有为选民来着想 你没有为你的选区来着想 你反而是在做一些很 嗯就是对我来讲很烟火式的一些表演 那我会觉得为什么要选你呢 那我自己作为选民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很关心政治的 但其实我也不会太表达我对谁喜欢或不喜欢 对例如走在路上把别人要给我面子等等 我其实都不太拿 或是我拿回来之后啊 不管说是他哪个党的 我可能都会把他那个抽掉 就只留面子这样子 因为我就是在投入政治以前 我不是那么想让人家知道说 例如说我抽出一包面子上面写着某某某某人的名字 对所以我很能理解说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 其实不是 呃我们会有一些选民是很喜欢去造市场 很动算的那种很比较热烈 但是很多选民他其实平常都是默默的看 他就算喜欢你或不喜欢你 他看到你的时候也都不是有太大的反应 对但是其实你有没有在做事 你在做什么 他还是多少还是有人关注的 对因为我以前自己比较属于那样的人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现在我会觉得说 哎那如果有人就是会需要说我帮他发声 或者是我们能够有服务有建设 是真的能够造福大家的 那我会觉得很心满意足很有成就感 冷漠的选民还是占大多数 对对对 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 有没有觉得很挫败 不会不会 受到伤害吗 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这方面调射特别好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冷漠的选民 对 比如说呢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一个经验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出去发东西人家不见得会愿意拿 对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志工或者是团队 大家会觉得说我要发给他他就不拿 或者可能他发了几次之后 就会开始订在那里就不愿意发 他会觉得说好没意思 或者说觉得很有挫败感 然后甚至说打电话去 我们就是也会打电话去说拜托拜票这样子 那很多人都说被挂几次之后都不想打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找愿意打电话出去的志工就很困难 可是因为对我自己来讲我以前都是在另外那个对象 就是说我以前都是接到电话 我听起来像推销灯我就直接挂掉 现在也还是啦 但是呢 所以我可以理解说人家挂你电话或人家不愿意拿 其实不完全说是因为他不喜欢你 他不认同你 他可能就是不喜欢这个生活中有这些人打扰 那但是例如说你在捷运站发文宣的话 他还是看得到他还是会有印象 他还是知道说今天有谁谁谁 那个谁谁谁他背景大概是什么样 所以这方面我倒是调试的很好 可能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两次都选这个监困选区吧 对 新造调大科 对 其实有人说你跟王宏威的民调差距是非常大 这个很难说 上一次在补选的时候 其实吴云农跟王宏威在这个选区是不相上下的 而你上一次在三四年前在台北市大安区 迎战你的对手 对对 他还是非常资深的立法员 对没错 是后来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 林一华 林一华 对对 你是高票落选 是啊 你当时跟他的差距是几票 我当时应该跟他差一万多票 我拿到七万六千票 七万六千多票 所以现在你这个你转战到 吴云农这个选区 中山北松山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你跟王宏威两个之间直球对决 你真的没有胜算吗 不会吧 不会啊 我觉得如果完全没有胜算 我也不可能 不可能每天这么拼啦 那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喜欢去谈民调 民调各方自己放自己想听的消息 你跟他的不同在哪里 你跟王宏威 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我觉得那一来我的形象上 应该是比他清醒很多的 他已经是一个资深的命带 他议员做过好几届 他其实立委是才刚跳来做立委啦 但他做过好几间议员 可是他的资深不代表他有建树 因为其实问过很多的 我们选区的人都会觉得说 他之所以一直连任就是因为他的党籍 他的身份 所以让他可以好像一直以来就是 不用太费太大功夫就可以一直连任 就是因为选民结构的问题 可是我跟他不一样的是呢 他有很多的国民党的包袱 甚至他以前是新党的 我呢就是比较是政治的新人 素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在出现 所以很多人是会愿意给年轻人 给新人一个机会的 那再加上呢 我会觉得我的亲和力上 我对于选民的这个服务的热忱上呢 是远远胜过他的 对那因为对我来讲 我是很乐于跟选民接触的 我不是说到市场去带了一大票人 好像在视察 长官来在视察这样子 我其实常常就真的是我自己 或者是甚至带一两个助理 我们就会到市场去 也不会大张旗鼓 但是就是大家真的有见过我们的 就知道说我们的热情 我们的这个愿意为大家服务的心 不管说有些时候 别人来陪我扫街都会说 你可不可以扫快一点 因为我常会跟大家开始聊起来 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不是说为了今天比说我握到几只手 就是我今天握了 很快很快的握过去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 你没有什么诚意 而我是真的是希望倾听大家的意见 倾听大家的信心 有什么我们需要帮忙的 你自己在国外留学经验跟在联合国的经验呢 为什么为什么台湾的很多青年到了国外之后 反而就是说对台湾的认同反而会更强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人都在台湾的时候 以前大家都在台湾的时候 大家都台湾人嘛 就是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对比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性 但你到国外的时候 你第一个通常你跟人家介绍的话说 嗨,我是佩芬 我是佩芬 我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来的 你就会国家认同这件事情 你知道哪个国家来这件事情 就会变很重要 那他呢 你讲完之后 你说你在台湾来的时候 我以前就常常遇到人家跟我说 Oh, I know I've been to Bangkok 就是他就说他去过曼谷 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 你去过曼谷 我关我有什么事 因为他把台湾跟泰国搞混了 所以当我说I'm from Taiwan的时候 他就以为我是泰国来的 那这个几次之后 甚至有些人会告诉你说 Oh, I've been to Beijing 就是I've been to Beijing 或者是说哪里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那就是他一定没有搞清楚台湾是哪里 然后甚至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I love Thai food 就是我喜欢泰国菜 然后我就觉得 嗯,好 你可能以为台湾跟泰国一样 但不一样 就是从生活中这一些 那甚至我在哈佛法学院的时候 我修国际法 然后我的老师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国际法的大师 那我们国际法里面台湾其实是很经典的案例 好,国际公法里面 那那个时候我就在下课的时候 我就跟老师说我是台湾来的 那他讲到这个台湾相关的东西 希望跟他讨论 然后他就突然就问我说 那你们台湾不是都希望跟中国统一吗 他说没有啊,你什么时候有这种印象的 对,然后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国际法的大师 然后呢在哈佛开这样国际法课 可是他对台湾的了解 其实是很偏向一面的 那我相信这也不是他故意的 只是他一直以来接收到的讯息都是这样子 对,所以就会让我 就比较鸡婆个性 我会希望说 去告诉他我们台湾人是怎么想的 我们其实不是这样想 对,所以像这样子的很多的大事 从生活中你从你是哪里也来 然后讲到说喜欢吃什么食物 然后再到上课的时候 然后到同学之间 你就会开始觉得说 你是台湾人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其实在出国之前 我虽然说像台语我都听得懂 但其实我不会讲 不太会讲啦 就听都没问题 但是因为说到不一定回来的 也就是在台北长大 那到国外之后呢 你为了想要跟台湾人彼此讲话 然后又不想给旁边人听懂 因为毕竟中文人口还是很多 所以我们大家有些时候就会讲台语 就换成台语去讲 对啊你就是多讲几次之后 就会比较另一回来 也比较敢讲 因为在台湾反而不太敢讲 是因为你一讲出口 别人就会纠正你 你就会说 你那个自发的不对啊等等的 没关系不用怕你纠正 台语你说一句两句 慢慢讲就会认识了 慢慢讲就会认识了 对啊讲 一言就是这样啊 是啊 然后可是你到国外的时候呢 为了想要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有自己的一种认同 然后呢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彼此之间 有一种心照不宣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会 就会换成台语来讲 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认同 就会不知不觉越来越高 那其实像我在Harvard Law School 我在Harvard法学院的时候 我还担任那个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的table 就是说我们有个Harvard Asia的那个 那个那个时候全名是HOS Harvard Asia Law Students 就是Harvard Asia Law Students Association吧 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 大家就是主要是以亚裔的为主的 那个同学啊或者是议题 然后我们就会有Chinese table 就是说中文的桌 就是大家会一起学中文 然后有韩文的那种日文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主持台湾ese table 就是主持台语的 那其实我台语非常非常差 所以但是就是说 你就是会开始去接触一些 你在台湾不见得会去接触的 那其实都没有说的 说也好啊 但是就是说说 那你自小时台语是谁给你教的 就是因为我爸妈其实也都讲台语 那你也没学到 因为在台北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爸妈讲台语 那你回他中文国语 你回他 所以你爸妈对你非常nice 我跟你说 那说台语我 这是礼貌 我用台语来问你照顾你 你应该要台语来回到就好了 台北的小孩都是这样的 就是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都是 就是长辈讲台语 然后你就回他 我有听到有一些留学生讲 因为他比较过外 中国人当然他的北京腔 一天就知道他是中国来的 可能河北来的啦 是苏州来的等等 外国人是去分不清楚说 你哪里中国来的是台湾人 看你女人都同样 很多台湾的少年人都觉得说 我不要让人觉得说 我跟中国像是同一国 我是同学的 所以很多少年人 他们就是说我们说台语 对对对对 是这种的感觉 就说台语 甚至他就觉得 这样子就不同样 我们是台湾的 甚至说他们在说的 那孩子留在调皮就觉得说 你说的我听不懂 北京话在台湾的教育里头 听不懂其实很少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他就是他要让外国人 强烈的清分 了解了解 我跟他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只是说这个 我那时候真的发现 我有的中国同学的腔调 其实蛮浓的 说实话他们说太快的时候 还真的有点难听懂 你说北京话听不懂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有些时候他们说太快的时候 变成也不知道完全听不懂 但你要很认真去听 对对对 所以你学台语有你的潜力 还不错 慢慢来慢慢来 就是对然后开始会 就是我在国外的时候 还蛮喜欢看我们台湾的 八点党连续剧 就是有一种私香的感觉 其实你在国外的时候 以前你在台湾很多 习以为常的东西 都会变成特别想念 例如我在台湾的时候 其实没有特别喜欢喝珍珠奶茶 就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喝手摇印 应该是说对我来讲我就喝水 但是我到国外之后呢 就这个bubble tea 就对我来讲是一种私香的代表 所以就是其实台湾 国外的话台湾的话 台湾现在是也是应该 美国的话像我那时候在纽约跟波士顿 一杯大概也都要三块四块五块美金那样子 其实是台湾的三倍左右 但是你就会很想要喝 所以每隔一阵子就会去喝 甚至后来到了天天喝 所以就变胖 对啊 但是就是说以前一些很习以为常的东西 到了国外之后你就会很想要 就是因为那不管说它是珍珠奶茶也好 它是台语也好 它是什么 跟台湾有关东西也好 它全部都变成一种家乡 就是相仇的感觉 突然间认同感就变得非常强 对 然后再加上你跟其他国家的对比 你有中国同学做对比 你有其他亚洲国家的同学做对比 你就会开始知道说 台湾哪一方面 因为你常常需要担任这个 我们的一种民间大使的角色 去跟人家介绍台湾 所以说你就会越来越认同 然后你也会 我原本其实认同就很高 但你就会开始发现说 台湾有哪些地方很美好 再举一个例子 我刚到波士顿的时候 因为波士顿它是有着全美国 第一条的地铁线 所以其实我去的时候 我原本很期待 想说全美第一的地铁 应该是很厉害吧 然后一去的时候看到 我们的那个绿线 B线 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坐 然后我还传在车上 我就传讯息跟我美国的朋友说 我怎么觉得 我好像到了那种开发中国家 你们这个地铁也太烂了吧 然后他跟我说 他就跟我说 美国的交通建设 美国的基础建设原本就是这样子 然后那一看你就会觉得说 台湾真好 台湾的地铁又方便 然后又干净又快又准时 也不会有什么迟到的问题 但是在纽约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都在那里引颈期盼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他有报时啦 他有告诉你说几分钟会来 但是不太准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之所以会去美国留学 一定都觉得美国是很好的国家 那去了之后 然后那时候就会 有些时候你很急 然后地铁下面 我刚去的时候地铁下面还没有讯号 然后你也没办法打电话 告诉人家说你会迟到 就没有讯号 然后又没有WiFi 然后你就会在来干着急 大家就会一直盯着 那个空空的轨道看 好像是希望把那个地铁 蹬出来一样 然后我就有朋友 就在旁边开玩笑说 没错你就这样一直看 你这样地铁就会来 没想到 没想到 大家在美国搭地铁 的确会有那一种 好像进入另外一个古隧道 那种古迹的感觉 怎么会 而且每一个地铁 是我都这样 你说像Boston一个 比较是古迹 这个很浪漫 又有一个古迹 这个文化古都 可是搭起地铁 你会觉得 哇也要回到过去 古时候的那种古迹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对 的确 我不知道像这一些特殊的经验 让你现在投入选战之后 想为选区做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在美国 一个很大的体认 是多元文化 因为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 我其实算应该 没办法算弱势族群 应该算是社会上 蛮优势的一个族群 虽然是女生 但是我是就是 我们的语言上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有一路都是最好的学校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当你社会上成为一个 minority的时候 从一个少数的弱势的族群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呢 显然那就不是我们的社会嘛 那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外国人 是一个亚洲人 是一个留学生 然后还是一个母语不是英文的人 所以一开始去的时候 这个身份的转换 这个角色的转变 我其实一开始花了一阵子适应 对那因为以前在台湾就一呼百应嘛 因为就是我们的主场啊 就是我自己又是台北人 那北印女毕业之后到台大 甚至台大离我家还比北印女离我家还近 所以说对我来讲啊 我平常做什么都还蛮顺风顺水的 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我就有一次 我记得是刚去的时候九月开学嘛 差不多十一月底是感恩节 然后在那个差不多十月十一月的时候 我想找人吃饭我就打开我的通讯录 然后发现说 怎么我好像找不到能跟我一起吃饭的人 就是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很多的文化上你没办法适应 别人在讲什么你听不懂 这个所谓的听不懂 不只是说英文没有他们好的听不懂 而很多是文化迈路上 你不知道他后面在讲的东西是什么 对 然后我就会开始去反省说 那我以前对于我在台湾的时候 对于我们那些外国同学 对于那些乔生 我后来想想我应该对他们还不错 对你就开始 因为当你自己成为所谓的外国同学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觉得说 哇原来他们 当你是一个优势群体的时候 你有多少的优势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会来台湾投入工作事务之后 我一直会希望说这个社会多元的各种族群 大家都可以去发挥他自己的自己的潜力 大家都是受到尊重的 不会有人因为说可能假设 因为我自己也有客家的协同 那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台北就不是客家庄 但其实也很多的客家的朋友 客家的乡亲 大家都这个认同感是很强的 就会希望说推动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文化 他们都可以好好的在台湾 尤其台湾是这么多元的社会里面 去展现他们自己 像我其中有一个证件 我自己很想做的是 像之前我们看到说茶经 茶经这一部戏不只是说 让这个茶叶当初在台湾的整个生产的过程 变成火红 然后也让客家的很多的人 觉得非常有认同感 因为他里面是都是客语 几乎都是客语嘛 然后还有像那个华灯初上也是 也都是以台湾的故事为基地 所以我就很希望说 我们能够推动文化上面 不管说是华语台语还是客语 来创作一些作品 然后一些我们自己的IP 甚至像他们我刚才说的这些戏一样 推销到国际的平台 这样的推销当然不只是说 台湾我们在世界上被大家看到 而且很多的实质上的很多外国观光客来 现在都会指明说想要去华灯初上的场景看 想要去茶经体验等等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这是我很希望说进入立法院之后可以做的 就是从我们发扬我们台湾的多元的文化 然后从多元的文化里面再去发展出我们的产业来 我们的尤其是文化的产业 然后把它行销到全世界 法律是你的专程 我相信进入国会时候也是你的优势 台湾的民众对司法有非常深的一个期待 是是是 那许多的法律跟政策之间事实上无法吻合 甚至没有办法与时俱进 导致很多人民是痛苦不堪 有没有想过进入立法院之后 最迫切最想要解决的是什么 我觉得小薰姐讲用这个很好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司法改革 司法需要改革 其实我自己身为法律员 我确实也觉得说司法应该要跟人民更亲近一点 因为现在一来我觉得这个是 司法改革是很大的问题 很多的面向 那很多人都会跑来跟我们说 那个什么什么的状况 我怎么不判死刑 或者说什么什么状况 或什么 就是说我觉得一来呢 我觉得全面提升我们大家的法学素养是有必要的 然后再来呢 是改进我们目前有一些司法的从业人员 可能跟社会的这些法感情 没有办法这么的连结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会说所谓的一些恐龙 法官恐龙什么等之之类的 那我会觉得说可能有些时候是他们要我们 不管说你是司法的专业人员也好 或者是司法的所有的广义的从业人员也好 你必须要更了解说这个社会 大家会说到司法 大家会对法律有期待 是因为你有一个权威性在 那这个权威性呢 不应该只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面的 好像不跟社会连结 这样就会很多的判决上 或者是很多的 甚至我们在立法的过程之中就很脱节了 当你立法脱节的情况之下呢 你在执行面上 你在判决面上当然也会脱节 对那所以我觉得说像我们之前 最近的一个像交通的这个问题 祭典的问题 就有很多的基层人会觉得说 对他们来讲就很辛苦 像很多计程车司机 就会觉得说哇 那这个祭典啊 或者是等等的 会对他们的生计造成很大的影响 甚至是让他们觉得胆战心惊 我常常上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就跟我说 那里不能 那这里也不能停 那里不下车怎么样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当然实际上 他们的感受上 会觉得说这对他们造成很多不方便 那我觉得很多的 我们的法律法规的制定 其实不是为了找人民麻烦 但是当你的结果是变成找大家麻烦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立法者 或者是我们的政府 跟一般人民需要再加强沟通的地方 那我觉得我很希望能够当这个桥梁 因为一方面我有法学的专业 那二方面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听大家讲 很喜欢跟选民聊天 所以我又知道说大家的角度是什么 所以不会说只站在哪一方来做事情 我会希望说成为那个桥梁 然后把选民大家的需求 我们一来我们需要维持一个交通的秩序 但是二来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法规到 要挚爱男性 或者说对一些很多的人来讲 会觉得说就是很困难 例如说或者是对他们造成很大的负担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会很希望很多的立法委员可以做 但是可能比较少人做这种地方 因为很多幕后的工作 很多沟通的桥梁性的工作 不见得是能够上版面的 但是这些事情是必要的苦才是 我觉得要贴近百姓 要接地气 请听理解之后 要化为具体的行动 我相信是老百姓都看 非常谢谢佩芬 也祝福佩芬 希望下次佩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是她已经迎战1月13号的胜利 展开她人生当中另外一个辉煌 而且是高挑战的能耐的一个时代 但是我相信佩芬是做什么像什么 谢谢佩芬 佩芬加油 希望1月13号可以传来好消息 谢谢 谢谢小军姐 谢谢大家 我们再会了 拜拜 拜拜 有些时候直播吗 或者是团队 大家会觉得 然后我要帮给她 然后她发了几次之后 就会开始变开她 因为她会觉得 然后她会一直会做 觉得她出白感 然后剩什么呢 她会觉得她还好 那她会觉得 她会知道她是个影响 她也知道 今天有一个生日 生日 生日 她会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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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会觉得说 那如果有点 就是会需要 我妈妈是 或是我们能够 有点设施 能够造成大型 那我觉得 喜欢这个 这样做的 Air 网友 东方 2 2 5 6 1 10 2 2 9 2 1 3 2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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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